4月10日,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多位记者问及蔡英文所谓的坚持主权,修订香港澳门关系条例,台陆委会称大陆创业成功率低等民进党挑衅言行,发言人马晓光一一进行了回应。 马晓光首先回应了,蔡英文在社交平台和媒体提出的所谓坚持主权论调,她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制造事端注定是孤家寡人。 一段时间以来,他们接连发表充斥两国论的言论,身高挑衅,制造事端,对外歇洋自重,对内恐吓台湾人民遭到了连岸同胞的一致反对。 如果他们感受到了什么压力,那么这些压力来自于连岸同胞,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共同利益,在面对由于他们自己倒心一失而引发的压力面前,他们注定是孤家寡人。 此外,有记者提及赖清德亦曾在专访中提到,民进党主张的台独才是捍卫台湾主权,对此马晓光表示,玩台独之火是十分危险的。 我要再次强调,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永远不可能从祖国分裂出去,搞台独分裂只会给台湾同胞带来灾难。 马晓光还针对蔡英文母校伦敦政经学院决定将学校内地图中的台湾标注为中国一部分,一事回应称,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涉台事务都应该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3月31日,有两架解放军战机飞越了所谓台湾海峡中线,引起台湾当局反应强烈。 马晓光表示,这是解放军年度训练计划内的正常安排,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职责,是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所在。 反对台独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而当记者提及,蔡英文曾说要第一时间驱离,马晓光回应称,想都不要想。 是年度安排的,是正常演训计划的,年度内安排的正常演训计划。 那么至于说,民进党当局领导人啊,口出狂言,那么我想正说明啊,他内心的这个色力内人,那么我们也正告啊,他不要玩火,想都不要想。 还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当局拟修订香港澳门关系条例,限缩台县市长政务人员赴港澳交流,绿营政客近期对赴大陆参访的县市长进行攻击,甚至称,人如果只求温饱,和猪狗禽兽有什么区别。 马晓光回应,台湾同胞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台湾同胞希望加强两岸交流合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期盼更好的生活,更大的发展,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 民党当局出于一党一己之私,以各种手段干扰,限制,两岸交流合作,大肆对此进行政治操作,损害台湾同胞的利益。 对于台湾民众,追求美好生活,不仅横加阻挠,而且口出恶言,甚至比作禽兽。 那么充分说明,他们眼里根本没有民生疾苦,心中完全没有百姓福祉,暴露他们践踏人民利益的一贯立场,最终只会被人民所唾弃。 还有记者援引台陆委会言论称,台湾青年在大陆创业成功率低,赴大陆创业需有风险意识。 马晓光介绍,大陆高度重视台湾青年的诉求,不断为台湾青年来大陆学习,就业,创业,提供更好的条件,创造更大的空间。 事实上,许多台湾青年在大陆的创业项目发展势头都非常好。 我在这里啊,要问民进党当局的事,为什么台湾青年在你们上台后,日益陷入苦门彷徨,感到没有希望。 如果你们继续践踏人民的福祉,那么无论是打压阻挠县制台湾同胞,还是造谣抹黑大陆,都挡不住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的脚步。